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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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何這麼遲才來的 遲不遲呢我不知道 我們是收到訊號我們來的 究竟要來多久呢 我看不到Bill的故事 這個節目收視節節上升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你的hater又出現了 Lance剛才提醒我 你剛才說錯哪句話 我不知道 原來是汽油彈那段 汽油彈其實我是今天看Now的 其實我沒有看過 他就是想去警總那裏扔個汽油彈 有一堆所謂的黑衣人 都不知道是我們還是他們 我也當自己 示威者是扔的 為甚麼差點是扔到的士 他那段片段是有出現的 除非那段是假的 我表示協議 我們不是針對這些細節 我想說回整個大的方向的討論 我覺得 對家的劇本已經寫好了 動員各方勢力出來打港獨 即是警察 黑幫 流氓 商界 吹大雞了 人大政協上去開會 各自18區各自應頭 在每區裏面你自己怎樣做 所以這個是新形勢 記住 20國峰會之前 就是民主運動裏面的最美好的時光 高峰期 對家甚麼都不出 20國峰會之後 警察的武力升級 就變成警民衝突 你分三個階段去看 階段一 就是6月20國峰會是多少日 28日 27、28日 從6月9日到6月28日這段時間 就是運動裏面的美好時光 對於墨月期 就是爭取民意最成功的階段 亦都鞏固到的民意 亦都是做到最多事情的階段 令到整個運動 在國際的層面 呈現一個新的形態 接著就進入了20國峰會之後 就打了 為甚麼呢 因為中共不需要再假裝紳士淑女 中共不需要再理國際壓力 因為 亦都丟掉了 對 特朗普已經跟習近平丟掉了 就不會打香港牌了 專注於談判 貿易談判 所以就出現了6月 我們可以這樣說 用7月1日做分稅令 7月1日 7月1日 7月1日結果 遊行之後就爆立法會 然後跟著警方的 當日的武力是沒有升級的 那是空城計 是空城計的 武力升級是7月1日之後 然後就上水 王國 沙田 然後到7月21日的元朗黑夜 也是 流氓加警察出動 流氓警察互相配合的第一次 以為逆轉到民意 因為當日發生中聯辦的國徽被扔油漆彈 誰知道原來做多了 永遠都做凸了 Overcoat 煮焦了 打錯人 所以 民意再進一步 升溫 升溫 這就是對手犯錯 不是因為那個Honey Moon 因為沒有鎮壓 沒有任由你搞 現在是因為對手想搞 不過犯錯 然後到7月21日 潛伏到現在 8月5日 這段時間就是重整他們的整個 鎮壓反送中的策略 我記得為何我剛才用臨界點這個項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是否應該是 眾新聞還是端傳媒 就是張潔平 你有沒有印象 沒有看過 他有一篇文 就是用 就是好像你剛才這樣 trace的 他更加多細節在這裏 就說我們的運動階段 他覺得 他說的 不要扣我妹子 他說 一出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你嚇 其實就是臨界點 就是我們輸贏 你一天就贏盡 就像你剛才那樣說 要是我們輸清光 就是之前贏的那些本 都是把他丟掉出來的 他說是危險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說一 好像你所說 我們沒有一個United Front 沒有一個結盟 沒有大台的 我們以前就說 每晚都辯論兩三個小時 現在呢 就是靠一個Forum OK 有好處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快資訊 也都是自由市場調節 就是劉世良你提的方法 可以的 就是置頂 退帖 我那些屎的方法 就是沉底 沉底 所以 有好處有不好處 問題是在於什麼呢 我們是否真的能夠分析 和掌握當前的形勢 我覺得是開始不利的 為什麼呢 我們的群組 有些人不停在帖 我們示威者犯的錯誤 不停叫我們解釋 我連撐都很辛苦 我自己這樣看 我覺得現在就去到第三個階段 就是7.21到8.5 他們醞釀的所謂反攻的攻勢就開始了 8.5之後就吹氣開始了 8月5日的10點鐘記者會之後 今天就是國新辦記者會 就開始了 我就是整天都說 大家不要再討論什麼切不切割 割不割席 那些浪費 討論一些沒有意思的事情 現在正在說回應一個新形勢的策略 我再說一次 這個新形勢就是對家進攻 其實是未出現過的 你拿一場球來做例子 當對方的戰術變了 換了人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換人了 立刻 你打Football Manager都知道 我們是要Tackle的 大哥 即是對家出了一個 善頂的中鋒的時候 你是不是再換一個中堅進來 打雙中堅 或者將防守中場 退後一點 跟他記住 就打雙中堅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對方就轉陣 轉陣之後就拉高矛盾 拉高矛盾就是捍衛主權 反港獨運動 所有愛國愛港陣營埋位 拉高矛盾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反送中裡面 愛國愛港陣營裡面 很多人是反送中的 所以是埋不到位的 他對林鄭月娥的支持 基本上就是口位而實不至 你看一下袁秋 對於8月5日記者會 他的反應是什麼 沒有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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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知道 民建聯隊 林鄭月娥的憤怒和怨氣 沒有減退 我覺得袁秋那個是吉思維 是的 很快就被黨內訓事了 現在吹大雞 但是呢 如果你整個建制派陣營 因為我們在港獨的旗次裡 讓他們全部歸位 一次來跟他們這樣撐的話 其實我們是虧搏的 因為反送中 是沒有辦法 擁抱到建制陣營 埋位 站在林鄭下面的 我覺得 因為他們根本不支持 林鄭月娥也得罪人多 好了 現在就不是 現在轉陣 反送中已經解決了 現在跟你在說的是港獨 好了 我們是不是還要送頭去 告訴你 我是吹人 這個就是第一 這個不是叫勇武 這個叫愚蠢 這個是鬥氣 情緒主宰了 很帥 這些其實不能很久 然後 我們就說 如果是要調整的話 我經常說 和理非要進場 要進場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很簡單 當你和理非進場的時候 他部署了那些黑幫流氓 那些棍子 他做什麼 這樣就不效的了 不是 他立刻 劇本 不知怎麼辦 不知怎麼辦 他就回到元朗的恐襲 無差別攻擊 是呀 就會打錯居民的 一打錯居民 他就再插下去 這個就是 我們問清楚了 我們究竟去送那些支持者 叫那些支持者 因為大家 很擔心那些學生 被流氓襲擊 又再出去支持 結果大家一起中招 還是一起 幫我們一 退守那一下 而他的劇本是進攻的時候 他就會無差別攻擊 無差別攻擊的時候 對 如果你打傷 我真的覺得 北國居民的時候 大哥 那個是香港島 不是元朗 你看到那天王大仙 都已經是 我看著有線的直播 他為什麼差勁會出事 張坤澳也是 他就是拿了美財 他次次原來就是拿了美財 最後就是要抓你幾件 因為為什麼呢 那些年輕人去完黃大仙警署 塗鴉完 甚至乎是噴完那些CCTV之後 已經走了 全都在換衣服 他就抓了幾件 他要拿美財 那些居民看到 警察暴力是這麼離譜 和嚴重的時候 那些人就是 焚在反訪 所以踢拖也來 張坤澳也是 那個叔叔 叔無厘頭 有人說他是藍絲 跟兒子在公園那裡 他應該是在抵抵警察 走得慢 他走得慢 被人兜嘔吐中後腦 但就算你怎樣 正常都叫警察 歡呼喝彩 你快點走 張坤澳不歡迎你 是不是 你也沒理由去打人 臨界點在於什麼呢 如果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明知道他們出了幾招 我們都不去掌握 還默認了他 而大家又不是真心相信的時候 那你就很麻煩 還有我最好笑的 我很想問一下 如果他主動搶工 結果他搶工了去社區裡面的居民 這個就是繼721之後 建制陣營的大災難 你想想是不是 黃大仙那頁就是這樣 你要記住 流氓古惑仔是沒有紀律的 元朗孔擇之出錯 是因為他們原本劇本就是 偽造一個所謂黑衣人進入元朗 光復元朗 然後動員鄉新 原來發覺所有人想打的時候 原來根本沒有黑衣人進來 就衝進西鐵打 其中一支旗 這個就是當日 又是過關 又是做多了 所以黑社會做事 黑幫流氓做事 永遠是沒有紀律的 永遠會出錯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是坐在那裡吃花生 讓他出錯 還是衝出去跟他打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 你當作踢球就能看得到 這個不牽涉到道德的問題 千萬不要一開球就是 你是鬼,篤灰,小老母這些 真的沒有意思的 這個就是純粹 哪一個執行的時候 可以拿到群眾基礎 所以我說為什麼要和理非進場呢 為什麼要和理非每天開記者會 去rebuttal警察的記者會呢 很簡單 第一樣 警察昨天數了 開了多少催淚彈 開了多少什麼 其實今天的記者會 就應該是把警暴 用商語方式開一個記者會 由6月9日開始 所有警暴的形式歸類 形式一 第一類 叫做制服示威者之後 繼續偶打 第二類 在沒有警告下面 發射有毒氣體 第三類 就是衝進去和平集會的地方 去無理拘捕示威者 然後控以責警罪 如果你作出抵抗 十類 你全部放出來 我們要做個名單 是 將這個警暴去暴露出來 做得最好其實是紐約時報 對於警察的暴力行為 即是那種暴力行為 或者是MSD International 支持那個報告 是的 我們要的是這些水平 然後去把那件事清清楚楚 再說一次 你喜歡報就報大台 你不報就罷就 所有人通過Live Media 現在全部看Live Media 就通過Live Media去看 還有我想補充一點就是 你說和理非進場這件事 我有想過的 究竟我們應該是交替 還是主力為主 這個是要辯論清楚的 這個就是所謂你的戰略 如果你的戰略是防守 你知道對方開始用黑幫進攻的時候 那我就全面和理非 如果你防守的時候 你就要把那個逆風切回的這個逆位 釘死對方的進攻終場 如果不是 你的前鍾站在前面 繼續衝衝衝衝 對方就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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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 不是警察主義的 而是黑幫的 所以明明到了 荃灣出刀 大哥,很恐怖 譚凱邦告訴警察 跑去那裡,不管了,防暴警察 已經出刀了 那是不是再下去 雙方就是人命 我上星期已經說了 當然我講過說話有時候沒有什麼修飾 我說你贏了一場巷戰又怎樣 我不明白這個點 你要記住,這不是Wall Game 真的,Wall Game完組沒有代價 這個Wall Game完組是很大的代價 你不可以開始了 是不能再無限復活的 是很大的代價,所以每一步出擊都要中 第一,第二 如果對方采取進攻的時候 你要因應形勢去調整 敵進我退 這個就是朱德的游擊戰力 就是這個 當敵進的時候 和理非進場,三罷又可以,罷馬又可以 和理非很多東西都沒有用盡 不合作運動 再上一個階段,在雨傘運動的時候 何之軍 何年山 和 何秀蘭他們那些 其實有很多的想法 那時候沒有群眾響應 當現在有群眾響應的時候 根據過去的研究 我昨天都說過 和理非運動要成功 就是population的3.6%的人口 這次來說在香港 大約需要25萬的群眾 我們應該 到現在是有的,但形勢逆轉就沒有了 跌到這樣也應該有的 當形勢一跌過的時候 你再搞不合作運動 就更加困難了 你還用和理非出擊就更加困難了 因為群眾已經 你脫離了群眾 你明不明白那個運動 而且你要參考一下 那時候那個叫愛因斯坦學會 就是講非暴力抗爭的 那時候就是馬丁路金 那個牧師的朋友教的 他有百多二百種非暴力抗爭的認識 其實我們應該會發出來 找找找他 有哪些東西我們可以用得到 因為如果我們已經是理解 這一場是逆權公民的運動 每一個人都擔當自己的角色的時候 不是代表 就是說有一些年輕的一輩 我們送他一程 如果你這樣的話 我覺得是你犧牲太大 正如當年老母對著韓戰的時候 不是人海戰術 Human Wave 進去鴨六江 不斷找前排的 被美國佬不斷用機關槍掃 我們不是真的有那麼多人 而且我們覺得那件事是不值得的 很簡單 南華早報的報導其實很早前 警方的計劃就是拘捕700人 瓦解勇武派的核心 我想問一下現在拘捕了多少人 大家看一看 我覺得不需要口同鼻咬 好像400到600人 你有沒有那個力量再去攻堅 大家一定要很冷靜地去想這件事 第二 和理非進場的意思是什麼呢 第一 我覺得要動員 有很多現在是表了態 但是沒有人能動員他們 銀發族 巴媽組織 宗教界 社福界 教育界 專業界別 個別的知名人士 袁國勇 沈祖堯 聯署聲明支持調查 不是純粹追究刑事責任 而是我們要清楚了解究竟 整個反送中運動 6月9日 6月12日 一直到721 一些所謂的 critical event 發生的事情 來路去密 去追究的是政治責任 還有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你真的想釋放示威者 其實是要兩邊 在特立調查委 有兩邊 是的 你不可以 有一次 免得以為是誰 有一個人跟我說 大哥 你提出的幾個訴求 只是釋放我們 或者只是懲罰警察 有些人不賠償 他提醒我們 有時候你的口號 或者你的訴求裏面 不可以讓 不是我們 中間的人 覺得我們不公平 所以這個是要小心 這個特不特赦 我覺得還是要遲一步 現在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真相調查委員會 你在很多激烈的鬥爭 其實南非好 哥倫比亞由擊隊投降之後 或者北愛 其實都是一樣的 包括 民進黨執政之後 對二二八事件的調查 有一個轉型正義委員會 這個轉型正義 當然是過了很多年之後 那些人已經過去了 就是遲離的正義 但是如果這個 既然是香港有史以來 最大的創傷 去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嗯 是不是值得去 動員社會各界 去支持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 這個是道德上 比林鄭政府很大的壓力 原因是什麼 因為那些不是泛民陣營的人 這個也是 蓋上整個運動 它扭轉成為一個 港獨運動的一個最重要的防衛盾 其實是 它最難回答 這麼多的數目 我和你說什麼港獨 我現在和你真相調查 沒錯 為什麼呢 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很多 平時不是支持我們 剛才你數的 那些是莫如端 提出的那個是浸會大學的前大康 建制派的 羅應聰 李國能 那些 那些 袁國勇那些 沈祖堯那些 那些 那些完全是建制裏面 半隻腳踏進去 起碼 他出來支持的時候 現在 你給林鄭 脫身 他現在說 那件事已經解決了 因為你們在搞港獨 現在就號召 團結 今天的記者會 郭新辦 團結在林鄭身邊 去打港獨 還有你想想 今天郭新辦的操詞 是比上一個星期的操詞更強硬 是嗎 是的 製暴止亂 為什麼呢 我覺得他有達到目的就是 我們第一 覺得搞不定了 絕望 好 第二 就是憤怒 當人絕望和憤怒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走錯路 不是自我犧牲 結果就是進一步自我犧牲 是啊 但是出路不是這樣 你問我 真相調查委員會 真相和解 特赦 其實是三部曲 是appear to religious 的人 可以是 不一定只是 在前線抗爭的人 你遇到林鄭 是會死頂的 但是這件事正正就是 它是最壞的 令到整個運動 告訴你 是未解決 這個是反送中 所引申出來的問題 絕對不是 什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你上光上線 那件事 所以我就說 這個是Ring France 整個運動的一個盾 這個盾是要社會各界人士 一起去撐住這件事 為什麼呢 你不要以為他愚蠢 我想問到時候你出什麼黑幫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 出黑幫做什麼都沒有用 出民兵 出黑幫做什麼都沒有用 出黑幫做什麼 我想問一下 如果突然間 一轉的時候 他的劇本寫好的時候 就是閉加火 怎麼搞 那你說是不是 即是放生他們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應著形勢去發展的 我覺得 當形勢條件有利的時候 你就可以進攻 所以上個星期 有些人都說我 我說 ICAC的人 肯去主動調查 元朗那件事 因為鏗槍集 是出了那個特輯 元朗黑爺 就是拿了CCTV 去討論那個時罪 接著 ICAC都要做事 如果他 你說我不相信這個制度 到時候做了之後 最後都不起訴 因為特首委任的聯絡公署 那我們多一個子彈 去攻他回頭 證明我們所謂的制度崩壞是對的 我們需要光復香港 但是我們不可以 所有 本來在我們身邊的人 你全部都推翻給他 我們正在彎 整個運動 到時候我真的很絕望 很失望 很憤怒 本來我們這場球都會贏 我們穩守突擊的話 起碼會贏一些 或者還有希望多入球 所以這也牽涉到 我們設定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你的目標是很大的 時代革命 是要一戰警權功的 我真的潑你冷水 輸了 是輸了 其實是 因為你面對的是一個沒有民意壓力 也不需要受民意制約的一個獨裁的政權 這個不是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是她的代理人 你面對她的一個中共的政權 中共的政權有一個特色就是 因為她的群眾運動是起家的 她知道 如果我讓步的話 其實就是能夠強迫你們 而且他們是掌握群眾心理的 共產黨執政到現在70年 在文革的時候是瘋瘋瘋瘋瘋瘋 就是看低對方 你不可以說她們這班人是很野蠻的 什麼都只是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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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會頭腦發熱 對不同意見的人 甚至有些是中間的人 有時候我們的忍耐力是低的 反而我們對同奧人 即是欺負你的時候 欺負我的時候就很狠心 反而對那些人 有時候我們無差別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會欺負他們 正如那些鏡頭 不用重複了 是看到很不舒服的 對那些群眾來說 我們當然是諒解 我們當然知道 歸根結底是整個制度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開始無差別的 把本來可以拉攏到的人 推回給對家 這個是混亂的 所以我說這不存在 一個所謂的前撤角 而是當環境判斷對方 攻擊點在那裡的時候 你就要把盾移前一點 你明白嗎? 如果抗爭的兩條路線 是茅和盾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你們要把盾移前一點 而不是說 用盾來阻礙那支矛 其實不是這樣 還有你從第一次 我們都以口同聲地說 通常搞群眾運動 都是看誰輸少一點 輸少就當贏了 犯錯愈少的人 就贏得愈多 不是說怎樣去分析 我們一路贏 因為對方不斷犯錯 就是這樣簡單 但是我為什麼說 用臨界點的一點點 就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 頭腦發熱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斷 都在自己正確 覺得真理在我手上 總之你上班就不對 就是這樣 那個心態就是 這樣就很道德了 大哥 我覺得是的 就是飄渡道德的 就是我們幫你擋子彈 為什麼你連擋一天都不行 這樣 我事後想這句口號 就有一點問題 其實本來想那天 是很容易很 情感 情感 我在想 喂 我們罷工 那你可不可以停止 不要擋子彈 行不行 不要送給他們擋 大哥 我們罷了 我們多想幾個 像你所說 多一些和理非 上場的東西出來 讓大家有一點點做 覺得有一點點成功 那是不是會好一點呢 你繼續送 那些年輕人 甚至乎我們 繼續在口頭上 自己就在一個冷氣房裡 叫他們 沖的話 那些人是 道德上是有問題的 你問我 你自己又不去 你說我們是冷氣軍師也好 你繼續在這裡拍手掌 我仍然是忠於我自己的信念 我的信念就是 香港的民主運動 是要走和平、理性、非暴力 如果那些人 是叫你上前線衝擊 而他是不會上去的 那你想想 他們那個道德 又擺在哪個位置呢 我覺得 是不是 我經常都說 群眾運動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領袖要上第一線 其實 如果不是因為那件事 有很大的風險 無論法律上 或者容易受傷 拘捕 和警察衝突等等 這是一個 倫理的問題 其實 所以 我不相信的事情 我不會去 鼓吹大家去做 自己又不做 是嗎 但是為什麼要和理非的人 去連結起來呢 這不是做一個指揮的大台 而是你要把政治壓力 很具體化表現出來 否則政府是感受不到的 不要說什麼 那時候我有一次 在佔中緣之後 我忘了跟知鋒哥 還是跟周永康在那裡聊 我們上一次的雨傘運動 其中一個失敗就是 沒有理由我用Facebook 來決定我們政治運動的策略 因為為什麼 辯論這件事 就是他們見過林鄭那件事之後 最初 本來陳祖惟就跟他們合作了口供 就是想大家收貨就切場 然後他們說 原來 一出來 看到所有群眾的反應 去到就繼續堅持下去 那你的運動 只有盡 沒有退 是會出事的 在策略上 我不是說整個道德 或者是整個原則的問題 現在也沒有所謂一個 頭指揮手 手指揮手指 就是各自努力 各自努力的意思就是 各自在民意的市場裡 去努力 去爭取支持 我覺得是這樣 我理解 就是說我們和理非的陣營 是要上陣的意思 就是去爭取我們的群眾支持 我們做的事 然後說服他們我們這樣做 是對這個運動是好的 最終其實都是民意決定的 我覺得 在整個反送中陣營裡面的民意 去決定 究竟我們是繼續在街頭衝突 還是應該轉用其他的方式 用和理非的方式 我其中一個 最近收到的提示就是 他們說不如 可不可以集中火力 去十一院區會選舉 贏到他一波一波一波回來 這個就是和理非 所謂的進場的其中一個形式 是嗎 我們不選的人 我們沒有所謂 那你就賭票 你不要說我們抽水 政治收費 我們不會去選 你這樣就是繼續賭票而已 因為街頭我們確實聽到一些 你認為港豬也好 那些離地中產也好 是對這一兩天 我們陣營裡面 我不知道是人還是鬼 因為現在警察都會換衣服 扮我們的示威者 或者是老共的 如果他要打港獨 一定插裝嫁禍 一定 不用想 他寫了劇本 即是他有無間道 他寫了劇本 林鄭的記者會所說的就是劇本 然後就會跟著劇本做的 明明你不是 他都要做到你是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突然間 逢了一聲 突然間 轉了形 轉了一陣 他的劇本 他怎麼做 我想問 請了那些黑幫怎麼做 所以問題就是這樣 那些所謂做好的汽油彈怎麼放 放在哪裡 泛民主派也好 或者整個民陣也好 和理非的陣營也好 其實現在你沒有了這個台 出來去rebook 大家不敢 為什麼呢 贏取最激將群陣的掌聲 是最容易的 明天去吧 不是 而且我覺得你要跟他打輿論戰 這個陣線的目的 不是要做指揮的大台 而是你一個聯合陣線 跟他打輿論戰 跟他打政治角力的遊戲 是這樣的 要不然你怎麼做 很簡單 在第一階段 為什麼沒有大台成功呢 是因為對手 沒有防備 不是啊 也要放軟手腳 他要放軟手腳給你去 因為二十國峰會之前 他一定不可以亂動 他就可以不可以亂動 因為美國人就把香港問題 放在談判桌上 然後歐盟 然後日本 是整個國際環境 對他的制約 他才會被你們玩 所以我們的遍地開花好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好 我覺得這不是絕對的 這是有一個存在的客觀條件 當時 如果我們以為這件事是永恆的 一個絕對的做法的話 這樣的話我覺得 跟著對手組織反攻 他有大台 他有機器 他有軍警 他有律政司 他有傳媒機器 他現在已經 演出了整個反攻的陣營 今天各身辦就是 所有外國外港的勢力出來 大聲敲叫 好了 大聲敲叫包括用藤條 用木棍等等 我們怎樣去 是不是還繼續在 finger pointing to 我們自己人呢 我想問一下 還有有些人 叫一些人去北角 都是危險的 就像想跟別人開一次拖 開什麼拖 我為什麼要跟你在街上打架 Come on 有什麼意義 我打敗了你這些白衣軍之後 是不是 下次他就更加多人出來打你 好了 整個劇本就叫做 《不同政見人士互相偶鬥》 早就寫好了 本來元朗恐襲的事 元朗就已經寫好了 不過實踐不到 全灣北角 昨天都是一樣 是《不同政見人士互相偶鬥》 這個就是文革裡面 兩派紅衛兵 互相偶鬥出動到搶武器 搶坦克在武漢 接著就是解放軍軍管 解放軍就是香港警察 他絕對不會出解放軍 我告訴你 如果他出解放軍 就不用把整個運動標籤為港獨 這樣去搞 一惹戒嚴就可以了 不用搞這麼多 我看最近幾天 有些分析關於解放軍的問題 我覺得有幾件事頗重要的 在老共來說 我們認識的人 一定知道他一定不會的 因為第一 只要我們這個運動 不會辣到大陸的話 他有其中一個條件 三條條件 三條紅線 第二就是 除非香港是混亂到不堪 日日打架的話 那些群眾都是歡迎 解放軍入城 對 軍管 那便會佈席 即是文革 第二就是 你不會挑戰中央的政權 正如配合那個說法 或者說我們會不會將這件事 輸出革命 你想想最近 過關有些人都說 全部都是手電話的 搜尋 搜尋 搜尋影片的 看看你這幫小姐 會不會去玩 他這個手法也是 所以如果他確定了這個運動 如果我們回到基本的話 誰不想老共下台 誰不想香港 就是不要經常被人插手 我們當然有自主或者自決 但是問題就是 我連現在前面的一碟菜 我都吃不到 先別說那些 好嗎 或者長遠來說 你不是吃著淺藍 曾浩成的說法就是 喂 你831要動的 因為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今次你的送中運動 為何會搞到 民怨沸騰 人神共憤 原因就是 因為你壟斷整個立法會 壟斷整個建制 輿論你又買了CCTVB 所有的主流傳媒 你打算如取如虧 吃我們的話 兩邊我覺得 第一千萬不要把整個反送中運動 變成一個道德運動 我覺得這樣 是會很鼓吹年青人 自我犧牲的方式 因為你變成道德運動 其實就是聖戰 你這樣為香港犧牲 就是正義的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看 我覺得仍然是回到傳統政治的博弈 角力 鬥策略等等 這些東西 你當作下棋便可以玩 是 千萬不要當作一種道德犧牲的運動 因為這件事 其實犧牲了便沒有 你送了頭犧牲了便沒有 留得青山在 所以很簡單 我覺得就算你說 不是用語言去圈復前線的人 我覺得 是以行動方式 行動方式 就不只是去送暖 或者送物資 這些東西 這些是最表面的功夫 你是要開展整個 關於香港夾身的討論 我覺得泛民 和理非的陣營 是有這樣的責任 為什麼呢 當雙土選搖不可及 究竟怎樣 由一個所謂的 Peace Milling 的改革 也好什麼都好 是去完成我們所謂的 我剛才一開始說的 我們不是說主權的革命 而是說怎樣 將香港過去 一國兩制 實踐22年來 所有走樣變形的東西 將它撥亂反正 保衛香港的高度自治 因為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跟我說 有時候他都很噁心 看到我們 因為我們很多廢佬 廢宗 就是在confess 過去幾十年 沒有意思 confess 一事無成 甚至我們做得不夠多 我又很討厭這種態度 你問我 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這個就是 你confess了 你買了一層罪券 代表你沒有 你不需要做之後的事嗎 跟著他最慘的就是 那就由得他們 即是世界是你們的 也是我們的 不過始終是他們的 所以他們怎樣做 那結果你就揪手旁觀了 就由得他 送他一程 你記不記得當日 中大段崇智 現中大學生 中大學生有一個前線 Full Gear 跟段崇智在對話 他解釋給你聽什麼叫勇武 勇就是你走出恐懼 是 武就是action 我當日在節目裡也說過 這個學生很厲害 他演繹那個勇武的意思 這個是最大最大 可以包含整個運動裡的人 什麼叫做勇武 就算我坐在那裡是一個廢路也好 你要想一下 你不要怕 不怕之後 你要action 其實是 不是坐在那裡confess 其實是 如果你是action的話 你就要想 其實逆權公民的意思就是這樣 每人做的那麼多 我們看那套電影 在那個能力範圍裡 在那個職權範圍裡 在那個職權好 嚴師那個人好 獄好 教會好 是每一個人做的那麼多 每一個人走多一步 做的那麼多 你如果能夠呼召到這幫人的力量 是相當之大 因為200萬人出來 這個力量是相當之大 這個力量就會團結在運動的初心裡 這個就是最好的盾 去令到 現在 林鄭 中共 所部署的整個進攻的模式 就是根本上她打錯了 結果 黑幫出來 就會無差別攻擊市民 在北角 甚至 在全灣 在其他地方 因為為什麼呢 世良你一直都說 她其實 從頭到尾 她是沒有認錯的 林鄭 她認為 送中法案是沒有問題的 她處理得不好 我們在諮詢過程裡 她的初心是沒有問題的 初心沒有問題 所以 她所謂的暫門 是一個策略性的退卻 我理解 包括中共也是 因為她發覺 反彈得那麼厲害 我要去G20談判 我要講中美貿易協議的問題 甚至乎 喂 我要平息民憤 後來她發覺 喂 我暫門完之後 你也有200萬人 她一定要量度 一定要找她的政治謀略 怎樣去操控群眾運動 令到 原本輸了那些 拿回來的 建制派 剛才你的描述是一批 站穩邊 你再站上去 我打你港獨 她整個反攻 就是為了11月的選舉 你問我 也是 除了瓦解群眾運動之外 還要保住選舉的基本盤 不要失 因為你輸一半 很嚴重 這就是她第二個目的 因為她是不見了 接近200票的選舉委員會的票 怎止還有資源 區議會每區一億的撥款 還有她的附帶附屬的組織 她是在吸納稅人的錢 去泵在她們自己的裝卷上 所以她是斷食物鏈的 大家不要以為 純粹是你佔領光環 要收割群眾運動 這些是放諸四海街場的批評 討論策略來說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 我也想批評 有些人在騎劫運動 本來我也不說 不過現在 既然你這麼說 那你騎劫的運動 其實沒所謂騎不騎劫 大家不需要用這些字 因為我覺得這些字 是情緒的反應 最重要的是 各個陣地都要進攻 都要守住 選舉議會的陣地要守住 輿論的陣地要守住 要進攻 民意也是一樣 那你說沒有大台 如何守住輿論陣地 你只可以靠傳媒自發去做 但是當對方 進化成為一個地暴的時候 他不再犯這些 警暴的錯誤的時候 那你就要轉型了 即是你要主動發放新聞 還有一件事我們要注意 很多時候有些人會說 我們問我們的群眾 怎麼想法 我用回天安門的經驗 即是喊徹的人 是不會再跟你爭吵的 是自己走去的 是嗎 他們也免得跟你抗爭 亦無謂跟你搏嘴 那我就自己走去 第二件我覺得 我們就開始越走越激進 因為為什麼留在那些 都覺得是無料到 所以我們會繼續加碼 和理非可以做的什麼 我覺得 其實 我覺得是應該定期做Rolling Pro 看一些什麼 對 特別在那些 critical event之後 譬如8月5日之後 或者811之後 或者721之後 是要委託Robert Jones 去做Rolling Pro 因為這樣就免除了很多 因為我們 很簡單的 我經常都說 所有策略的爭拗 都是回歸理性 用最 我們叫做事實基礎 這個 evident based 這樣的角度 去討論 我覺得是最好的 不會大家亂猜 不用猜的 否則同溫層一定是我的 你的好 你的好 我覺得 好 究竟對這個運動 影響是好了 一定是壞了 我覺得 我會相信 就是Rolling Pro 你那時候 在民主黨做研究部的時候 你都不停做這些民意調查 是的 林鄭衰的原因 知不知道是什麼 她解散了中策組 中策組 以前其中的功能 就是做民意調查 所以她是沒有辦法 解散到 反送中的民意 我記得你那時候告訴我 那時候 民主黨當年 最風光的口號就是 堅定可信民主黨 做Posal出來 你說你做Posal出來 就是問一些人 你想起民主黨的時候 想像到什麼 很簡單告訴大家 如果我們的示威者 被人想像到 是港獨 和暴力 那就PK了 你最近有沒有看過 一套 Brit X 就是這個 有人發給我看 看一看 那個電影你就知道 怎麼轉動 是一個禿頭的中年漢 是吧 就打敗了整個 英國的精英陣營 嗯 她所說的東西就是 她去酒吧 跟那些啤酒套的人 在看球的人 在那裡聊天 嗯 在那裡拿靈感 究竟怎樣包裝整個脫鉤 用什麼語言 我告訴你 和理非陣營 當她面對 所謂的過去 她是我覺得 本土派崛起的時候 為什麼節節敗退呢 她就像是一個 Brit X裡面的保守黨 講道理 嗯 講道理 好了 對方掃諸情感 嗯 其實你問脫鉤 對英國人來說 是弊多於你的 嗯 但是當她掃諸情感 就完全變了 你看到那些論據 我還沒看 她看論據很好笑 她說 我們二次大戰 頂住了 納粹德國都可以了 接著我們世界盃 都踢贏過德國 為什麼現在歐盟 又輸了很多 又得 不是剛剛贏了嗎 剛剛 這個由德國控制的歐盟 可以叫我們英國怎麼做事 嗯 你說這些事其實是掃諸感性的 其實真的 所以我就說 如果和理非要搶陣的話 也都要從這個脫鉤運動裡面 去將你們那些理性的討論 將它提煉成為一些掃諸感性的東西 勇武派之所以能夠 拿到很多人的心 是因為他們在這方面 是遠遠拋離和理非 你想想 我當你擋子彈都可以 你擺一天都不行 這個appear to 一個感性的道德 戴著帽子跪在那裡 告訴那些途人 其實我們的抗爭是為物 他們做得到的 你要給他們 前線的人其實是做得到的 是不是 不合作運動 去稅務大樓 衰了 拿著牌在那裡道歉 所以我就說 有些事情是互相學習的過程 反過來 和理非這方面都要將他們的訴求 比如我剛才說的 真相 你就是將整個調查委員會 Crystalize 即是目的 用群眾最容易理解的 將它擺出來 真相和解特赦 如果是三部曲的話 任何市民都可以理解 不用說那麼多 獨立調查委員會 根據香港法例 第幾張 沒有 那時候你想想 那些掌本圖 有一張叫做 警隊一個公道 所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些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說 你說我們有勾結外國勢 那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如果和理非勇武起上來是怎樣的呢 如果根據那天 這位前線的中大學生所說 就是我們第一不要害怕 第二我們要自己和理非 走多一步 走多一步的意思是什麼 Action 不是衝 Action的意思不是衝 Action的意思是行動起來 行動起來 那你問我 我也沒有辦法去告訴你 是什麼行動 這個只可以是大家集思講義 但是我歸納 繼續在連登 大家拋轉引用 我歸納的就是和理非要有一個廣泛的陣線出現 這個陣線不是一個指揮國人的大台 這個是要rebuttal每日政府的一些言論 而且也要有一個辯論 運動策略的場地 也有運動策略的辯論 因為那時候就算佔中也是 有些位置 例如旺角也好 銅鑼灣也好 就是魯蕭在他的節目裡面不停提 整天都叫你們撤 集中一個點在金鐘 是不是會好一點 因為那裡不影響一般街坊民生 魯蕭在這個問題上 他這次才知道 他神早已經說了 他說不行了 這樣搞法 為什麼呢? 你開始影響民生 影響到其他人的時候 我們群眾的支持的基礎 是越來越弱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世良 魯蕭是第一個 應該被人欺負幾個星期的人 他已經說了很久了 但是魯蕭是欺負的 那倒是 他還是燈神 但是我覺得始終還是有一句 策略的辯論 甚至是路線辯論也好 我們千萬不要跌入共產黨的政治文化 就是你死我亡 黨內黑魯蕭夫等 所以我就說 我們香港人的政治文化 無論是反對運動也好 你要建立一個健康的政治文化 我相信連登的朋友 也有這樣的一個使命 是他把討論 放在一個理性的平台 不是重複到雨傘運動的時候 或者八九民運的錯誤 對 雨傘運動的時候 運動還未開始已經抓了膠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也是一個教訓 今集已經過了中 今天過不了二萬 證明群眾的熱情 開始減退了 Anthony上個星期也這樣跟我說 真的 他說遠遠 七二一之後三萬 七二一之後三萬 我經常都說 我們看多少人直播 其實就是看群眾的熱情 這是一個indicator 很重要 昨天這麼嚴重 你說嚴重 元朗襲擊很嚴重 之後就到了昨天 出刀仔 在全關 可以這樣理解 藍三人 然後在北角 白三人 這樣打法 但是大家已經覺得 橡膠子彈為百多發 八百發催淚彈 我們有時候 最後一句總結 就是要照顧一些 比較離地和保守的人 我們今天整個論點 我們不是說服一些 怎樣說的 激進的群眾 或者是 提供激進的群眾 我覺得也不需要我們說服 他們有自己的看法 我們只是希望 保持我們應該有的人 還有保持的動力 是的 千萬別失去的動力 像雨傘運動 一拖到第三十日 四十日 已經失去的動力 不是 Anthony 又說了這個點 因為他除了看那些 我們有多少收視之外 他就說 雨傘運動 七十九天 差不多是臨界點 差不多了 對 大家開始疲累 疲累 還有這次可能死亡 更慘 為什麼呢 我們投入了這麼多人 那麼多人的時候 那個setback 更大 所以大家要小心 寧願勸勸其他人 像你所說 將那個要求 返回到基本點 為什麼呢 太高的要求 不達成功的東西 反而是令我們覺得 自己很有崇拜感 那些我覺得 可以是無虛的討論 是的 譬如你說 時代革命是什麼意思 怎樣令到香港的政治體制 回復到一個文明 理性 成熟的體制 問責的體制 我覺得這個是無虛的討論 是的 我覺得可以同步進行 但是務實的討論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你面對對方轉勢 我們是否需要收拾一下陣容呢 是的 應不應該換出這個進攻中場 換入這個防中呢 甚至是打雙中堅呢 甚至是把中場兩邊拉後呢 兩個翼拉後呢 就是這樣 其實不需要說出口罵人 很多人罵你嗎 我不知道 今天有人跟我說 不過我沒什麼理會 沒什麼理會 你習慣吧 幾十歲人 再見 拜拜 拜拜 阿咦 阿咦 還有 阿咗 su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